今天各位在桌上看到的 這個就是堪稱Etochrome史上最貴的電控套組 它分別是由Pen Pro加G1加Head Plus 以及雷射模組還有供電模組所組成 那之所以會介紹這個套組呢 主要是因為很多買了這一組的客人 回去之後在組裝過程中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是說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正確的組裝 那今天我就在這邊組裝一次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 這邊大家看到的呢這個是Head Plus 也就是電控雙軸雲台以及它的相機支架 那這邊呢這個是雷射模組 它屬於Head Plus的配件 那通常我們會強烈建議你在買Head Plus的時候 一定也要加購這個雷射模組 那為什麼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解釋 那這邊這一個呢是Pen Pro 也就是旋轉平台 它跟Head Plus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扭力比較強 然後同時它可以作為搖臂組合的底座 那這邊就是Gip One 電控搖臂以及電控搖臂的配重塊 那這邊呢是這個V-mount電池的供電模組 供電模組的好處在於你只需要一顆V-mount電池 就可以同時供電給所有電控運鏡的這些設備 不需要在那邊另外準備一顆一顆的電池以及 這個電池扣板 方便很多 那我們今天呢也準備了一顆V-mount電池以及 A7S3來跟大家做demo 那要裝這個套組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腳架一定要夠穩 我會強烈建議你去找下面有這個 Spreader的這種腳架 它可以在你上面的重量壓力很大的時候 確保你的腳不會軟腳 它可以有效的把你三隻腳給拉住 那上面呢這個碗弓 我這個是75的標準的這個碗弓 那這個碗弓呢如果說你的腳架今天可以找到 比如說100mm的這種碗弓的話 那效果穩定的效果一定會更好 有一些腳架呢它可能本身它沒有這個碗弓的設計 它上面直接是3%的螺絲 那那種其實也可以直接使用 只是通常那一種腳 它可能沉重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可能要去 多注意一下它的穩定問題 那我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這個旋轉底座 Pen Pro給裝上去 一開始先確定它是不是下面已經有鎖住了 鎖住之後呢 你才能把它旋緊 不然它這個雲台會一直空轉 這個最好是轉得夠緊 那轉緊之後呢先不要鬆開它這個安全鎖 那你在裝聚步1的時候呢要先確保 這個這兩隻擀 這兩隻桿 要跟它的座 是成平行的 因為聚步1單獨運行的時候它的 角度是可以調整的 但是因為現在有Pen Pro了 所以基本上這兩隻桿一定都是垂直的 安裝之後鎖上去之後呢 把膠給拉開 記得確保上下 全部都要拉開 那拉開之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刻度是27 確保上下兩隻全部都有拉到底 然後再鎖緊 那這邊有一個東西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 Gip1在安裝的時候 最好是一開始就把Pen Pro跟Gip1的方向 給它架設好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Pen Pro旁邊這個安裝電池的這個插槽 Gip1 的右側 最好就跟這一面切齊 因為我們後面會再加裝電控雲塔還有雷射模組 這個時候有沒有對齊其實很重要 乘以直線 那Gip1安裝好 確認好角度之後呢 也強烈建議你要把它轉緊 它這個轉環 旁邊有這個小洞洞可以用扳手把它弦緊一點 現在Gip1跟Pen Pro都已經裝上去了 那有一點要注意的呢就是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把Head Plus裝上去 所以你的Gip1 必須要把他這邊 插上把他鎖住 如果你不鎖住的話你Head Plus上去 你的相機上去他馬上會 搖臂會被你 凹下去 那確保不會有這種意外發生 這邊可以先鎖起來 那我們現在呢要來裝這個Head Plus 他這Head Plus附的這個支架 我先把它裝上 好 相機鎖上支架之後呢 會長這個樣子 那可以注意一下這邊有一個有Adochrome logo的這個小東西 這一塊這個方塊是可以把它抽出來的 這個用意是 讓你來做 重心的調教 拿測之後 把這顆方塊呢 裝到 這邊有一個小洞洞 從下面吐上來 套進去之後呢 用你的食指把整台機子頂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你要去注意的就是 重心要把它調對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重心這樣有點歪 要把它調到完全水平的狀態 這個感覺跟在調穩定器其實是有點類似 不用到非常準但是你最好不要差太多 好調好之後呢 再把這個方塊抽出來放回去 接著呢把它裝到 這個KPLUS的馬達上面 好 裝完成的話就會長這樣 那裝到GP1上面之前呢 這邊的這個GP1上面的這個雲台的座 這邊要先把它鎖緊 因為你如果沒有鎖緊的話 重量一上來 它重心如果不穩 它會直接整個 掉到下面去 這可能會 造成危險 所以記得 要先把它鎖緊 鎖緊的時候呢 它上面有水平 可以大概看一下 現在有沒有水平 這個算是最重要的一個關節 強烈建議你一定要把它鎖到超緊 以防止你的Head Plus跟你的相機鏡頭 在安裝的時候發生危險 安裝的時候呢 這一根桿子 原則上就是對齊到你的鏡頭正中間 你可以自由的去調整 要安裝的位置 通常我們會建議這根桿子跟鏡頭切齊 對準之後 下面鎖緊 好現在要裝配重塊 為什麼我們現在Head Plus跟相機裝上去之後 它還是平的 因為我們這邊 GP1中間這邊 安全的這個叉燒有鎖住 這個安裝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隨便鬆開 一鬆開現在整個機子會往下掉 只要你有買Head Plus 你的Head Plus裝在GP1上面 基本上你的配重塊 4塊全部都要上 那我們配重塊建議 安全 安全顧慮的話 一塊一塊裝 OK那現在配重塊安裝好之後呢 你可以把叉燒打開 但是安全顧慮因為你不知道現在重心 到底配重塊這個位置是不是OK的 所以 拔開插燒的時候你千萬不要 另外一隻手不要放掉 放開之後去看 很接近 配重塊再往後移一點 移一點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記得把配重塊轉緊 就是要調到不管你的搖臂現在 斜度 是怎麼樣 你放開手的時候他不會往另外一邊掉 那基本上這樣子 重心配重 就OK 那接下來呢你就可以把這個 Pen Pro的 安全扣 也打開 然後 Head Plus的安全扣也打開 安裝起來之後呢這個配置他 可以完全用手動去控制所有的關節 包括這個雲台的部分 都可以完全用手動去操控 下一步呢就是要裝上這個雷射的模組 他可以讓你的搖臂不管在怎麼移動的時候 鏡頭永遠都可以對著你要拍攝的目標 那這個雷射模組安裝方式很簡單 就是在Head Plus上面 實體也直接吸上去 你不用擔心他有沒有對準 因為他 只要吸上去基本上就會是準的 然後後面的線再把他插上 最後呢要裝的東西就是供電模組 那GIP-1的軸心這邊呢有一個冷靴座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 供電模組鎖在這個位置 然後記得要鎖緊 當然供電模組他有另外提供這個繃帶 你也可以綁在你的腳架上 看你覺得怎麼樣工作方便就怎麼安裝 那安裝線的過程呢 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整隻搖臂在運動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勾到線 電池裝上去之後呢 就把供電模組上面的開關打開 GIP-1他是自動開機的 所以不用另外開 但是Pen Pro跟Head Plus就必須要 另外去啟動他 好下一件事呢就是打開 這個Adochrome的App 打開來之後呢 因為我們設備有點多 所以會建議你用手動配對 確保你的設備都有進來 那現在可以看到 GIP-1 Pen Pro 還有Head Plus 打開打開打開 配對 那就代表OK已經配對完成了 那配對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去測試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都運作正常 OK那就像剛剛說的呢 這整套設備你都可以用手動 去調整他現在的 這個鏡位 那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雷射模組有什麼差異呢 有雷射模組的話 你在開啟App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Target Mode 目標模式 或者說鎖定模式 你按下這個Target Mode 他就會告訴你 他現在會針對 整組搖臂去做 一個校準的動作 OK 接下來呢 你就要去遵照他的指示 去 協助他做好 這個位置校正的工作 他在第一步會叫你先把Head Plus 對齊 鏡頭朝前 然後上下 好了之後呢 按蛋 下一步呢 他會要你先把 Gip One的 叉燒先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呢 下一步 他這邊會要你確認 搖臂伸出來的這個刻度 是不是在27 切齊 那App下面呢 這邊 他有一個4 這個指的就是 這個Head Plus下面的這個Gip One的雲台座 如果確定是4個環的話 那這邊就是輸入4 那在App在校正的時候 他的預設值 原則上我們就是照著他的預設值來設定 好 下一步 下一步呢 這邊非常的關鍵 為什麼要求在Gip One安裝在Pen Pro上面的時候要跟他切齊 大家看這個App這邊的 這個校正示意圖就知道 他這邊要抓出 Pen Pro跟Gip One以及Head Plus 彼此之間的相對位置 所以你也必須要照App上面 的這張圖 鏡頭完全正確朝前 然後Pen Pro跟Gip One 必須要對齊 Pen Pro的電池插槽 在整組設備的右側 然後再檢查一下 鏡頭有沒有完全朝前 當你確認全部都已經對齊之後 這個時候再按下set OK 這個時候就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切到App上面的這個Target Mode 也就是目標鎖定模式呢 他跟一般的 Key Pose 剛剛的這種模式有什麼不同呢 可以看到上面 這三格已經變成Target 那下面的三格是Slider Position 那上面的Target指的就是Head Plus 要怎麼樣去瞄準 你要鎖定的物件 那下面的Slider Position 指就是Pen Pro跟Gip One 要怎麼移動 OK 他上下兩個可以完全 分開來動作 也就是說下面的 搖臂不管怎麼走 你上面的Head Plus 要他拍誰 他就拍誰 他會直接 把目標給搖死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Target One 設定成這個 黃阿瑪 那我們就按下 按住這個Target One 按住之後呢 你會發現 他的雷射 這光點 啟動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將你的雲台 這個光點打在黃阿瑪身上 設定完成之後呢 按下Done 這樣就設定完成 那為了方便我們App操控 比較直覺 我們可以 幫這個 這個Target拍個照 接下來呢 設定Target Two 皇后 一樣按住 按住之後呢 雷射啟動 一樣把雷射光點 對準這個皇后 對準之後呢 按下Done OK 好 那一樣 方便我們控制更直覺 好 那現在我們Target都設定好了 現在是 鎖定在這個Target Two上面 那鎖定Target之後呢 你會發現 不管你的搖臂怎麼移動 不管是上還是下 不管是左還是右 他的目標都會一直鎖在Target Two上面 OK那同理如果今天是 要他對準Target One的話 選擇Target One 他會移過去 他只要鎖定在Target One上面 不管你下面怎麼動 你的搖臂啊 你的Pen Pro怎麼轉 他的目標就會一直鎖定在Target One上面 好 那假設說我們今天 現在把這個Target One 搖到左邊 我要 App去記住現在搖臂的位置 那就是按住 Slider Position A 現在這個就是Target One 現在這個位置的 這個Key Pose 小心他有時候角度太高或者是太低 會卡到他自己 這個在移動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假設說現在這個位置 我要設定成Slider Position B 那我同時按住 Slider Position A跟Slider Position B 可以讓他在兩者 這兩個搖臂的這個 位置之間 去循環 來回走動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搖臂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然後他會把目標呢 也就是這個鏡頭位置 鎖定在黃阿瑪身上 那在運進的過程中呢 你也可以去更換你的Target 比如說我現在按黃後 Target Two 他就會 搖臂還在跑 但是鏡頭就會轉換到 這個 黃後身上 那一樣 再按一次Target 也就是黃阿瑪 他就會再回來 那因為我去設定這個起步跟煞車要緩衝 所以 他在起步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慢的 今天這個套組的一些架設要點啦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操作說明 大概分享就到這裡 那這一套設備呢 乍看之下 他很完美 但是 我也 必須要秉持良心的說 如果你 你對他期望過高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小失望 OK 比如說 他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的速度 可能 沒辦法很快 你如果今天要拍攝一些很 激烈的 這個 滑軌運鏡 搖臂運鏡的話 他絕對不適合 他的運鏡比較適合用來 比如說去做一些情境的鋪陳啦 或者是 你今天是要拍攝一些靜態的物品 你要讓畫面看起來比較有動感 OK 那他的 這個組合 確實是可以幫助你 讓你的運鏡看起來 可能更有質感 他 那 終究是幾個產品 組合起來的一個 電控組合 OK 那 這些產品呢 你單 單個使用的時候 他可能還算簡單 但是當你要把他們組裝起來的時候 多多少少在過程中 你可能還是會遇到一些小困難 那 你當然可以隨時敲我們 我們可以盡可能的從線上幫你 去做一些 解惑啊 或者是故障排除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 Adochrome 接下來的挑戰啦 因為 他雖然說把 以前可能一般消費者很難 去使用到的這種 精準運鏡 他把這個方案整合起來 變成你現在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一般的也可以使用 其實這個整合已經很不容易 我覺得他也算是 目前業界已經做得最強的 的一個 品牌了 但是你如果要拿他跟 Boltcam 像這種 去做比較的話 那他絕對 還是比不上 但是 另外一方面 你也是要去看 他們兩者 所花費的預算 能力 以及各方面的成本條件 也都是天差地遠 你如果今天有個一兩百萬 你當然也可以去玩那樣子的設備 但是Adochrome呢 他給你的就是 你可以可能在 十幾萬的 這個預算下 你可以去做到 這種 簡單的精準運進 其實他還是很多的 困難點必須要克服 那如果你覺得 今天內容實用的話 歡迎分享 按讚 然後也幫我們 按個訂閱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